哈囉大家好我是毛巾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最近在網路上掀起了一波牛奶之亂 故事是這個樣子的 來自香港的餵母奶團體媽媽排同盟 最近在臉書上PO了一篇反牛奶的文 並分享了一個駭人聽聞的影片 影片中提到養牛農場讓乳牛受到各種不人道的虐待 簡直嚇死飽飽了 到現在這部影片已經有4萬多個分享 從這個數字就可以感受到那種恐慌 那一天人類想起了牛奶的恐怖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我是怎麼看牛奶戰爭這件事情的 也跟大家分析一下現在正方跟反方的立場各自是什麼 我們就從這部被瘋狂分享的影片 Stary is Scary 開始吧 影片內容描述農場為了增加乳牛殘乳的效率 以異常高的頻率來讓乳牛不斷的受孕 以及糟糕的生活環境十分殘忍 這部影片的作者是Arene Jonas 他是一個Vegean 是指不吃任何和動物有關係的食物 在素食的領域裡面是最嚴格的那一種 Arene Jonas 致力於用影片來影響更多人看到 自己吃的食物對環境或動物的影響是什麼 他的理念基本上就是要人類完全不要去碰動物 所以從動物保護的觀念來看 肉農業的話會跟人類的肉食爭議有關係 大家可以去了解 Malani Joy 提出的肉食主義理論 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肉食行為提出解釋 因為肉食品和來源動物的形象差異甚大 所以人會覺得殘害動物很殘忍 可是吃肉的時候卻不會覺得怎麼樣 那究竟喝牛奶會不會傷害動物呢 先不討論勸講動物是否自然 其實擠牛奶是可以對牛隻很友善的 台灣的獸醫拱健家在TED的演講中表示 牛奶要好喝的秘訣是要讓牛牛過得舒舒服服的 而台灣的牛奶品質在同緯度的國家算是數一數二好的 當然有很多不肖農場用不人道的方式去對待牛隻 但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去抵制和茶葉那些黑心商家 而不是聚喝牛奶連良心農場也脫下水不是嗎 我認為現在比較需要注意的是畜牧業對環境的影響 唉 還是跟人類相關的利益最急迫啊 不少人認為畜牧業在探足機上對環境的負擔遠大於農作物 但最近英國的科學作家George Gabartes 在BBC Knowledge上刊出了一篇 《食物選擇對地球環境影響的討論》 要探討食物對地球的影響實在太過複雜了 包含土地、運輸、加工等等 所以每個專家的評估標準都不盡相同 考慮到土地利用 有些土地並不適合種植農作物 薑汁用來養牛養羊絕對比完全拒絕畜牧業更有效率 從營養學的角度來看 雖然有研究報告指出有些植物的含鈣量還比牛奶高 但考慮到鈣質的吸收效率與方便性 牛奶還是人類攝取鈣質很棒的途徑 所以在我看到足夠的證據證明牛奶對環境或人體有害之前 我還是會繼續喝牛奶啦 如果少了牛奶的話很多料理像蛋糕應該會瞬間變得不好吃吧 從道德的角度來看 人類的生活盡量不要去影響動物 也許是個衝擊目標 雖然我想吃肉吃昏已經是人類的文化習慣 短時間內不會有很多的改變 但近幾年全世界不管是吃素或減少肉類攝取的人口 都在急速的成長 未來人類的飲食習慣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真是令人好奇 光是該不該喝牛奶就有各種價值觀立場的人 自己的飲食習慣還是可以自己決定的啦 多去理解自己沒想過的價值觀 對自己的思考是不是可以更全面呢? 好啦這部影片就先到這邊 希望對你有幫助 接下來我也會拍一些我有興趣的主題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